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就在8月初,巴佬又出手了 在前後12個交易日裡 花了21億美金購買了8500萬股的美國銀行股權 將控股權抬到了11.9% 就在今年4月,李士滿聯邦儲備銀行 已經同意Berkshire的申請 允許他能夠最高擁有美國銀行24.9%的控股權 這可是遠遠高於通常允許的10%的投資者最大控股權 這巴佬突然間大規模購入美國銀行的具體原因 巴菲特的助理還沒有給予回覆 但要說起投資傳統銀行 就必須得說一下圍繞在傳統銀行周圍 刺激想要取代傳統銀行的影子銀行 以及影子銀行正在如何改變傳統銀行的賺錢模式 大家好,我是CK,一個致力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每週三,週六準時更新視頻 記得訂閱以及點擊小鈴鐺來獲取最新視頻哦 現在視頻正式開始 如果說我們從08年金融危機的經驗中學到的一刻 那就是如果監管者直到他們100%確定 有一個泡沫即將破裂才行動 那他們等的就太久了 那麼這絕對包括現在影子銀行正在創造的泡沫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 什麼是影子銀行呢? 如果我們看一下傳統銀行的運作模式 傳統銀行是拿著我們的存款出去放貸 每一次借貸,傳統銀行都需要保留一筆錢 作為銀行準備金來應對人們的取錢 這樣昭而復始 在經歷了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呢 政府對這些傳統銀行實施了更嚴苛的要求 包括銀行每次借貸都需要保留更多的銀行準備金 外加限制銀行可以承擔的借貸風險 意味著有很多公司個人沒辦法得到貸款 可以說從一定程度上來看 正如美聯儲主席J. Powell所說的 現在的傳統銀行比起08年金融危機前 處於非常非常安全的狀態 但他們算漏了一點 那就是現在金融世界中更大的市場,影子銀行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影子銀行可以說就是這傳統銀行的衍生品 指的是這些非傳統銀行機構 可以像銀行一樣發放貸款 只不過對比傳統銀行使用的是大家的存款 影子銀行使用的是投資者的錢出去放貸 常見的影子銀行有私募,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 以及最近興起的ETF等,都可以算是影子銀行 並且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資金來源並非傳統存款,而是投資資金 就以ETF供應商Vanguard為例 例如投資者們將錢投入Vanguard的公司債券ETF Vanguard在進而用這些錢購買公司債券 也就是相當於是借貸給企業 這也就算是影子銀行 正是因為所有的這些影子銀行不牽扯存款 就沒有那麼多傳統銀行的條條框框 在傳統銀行受限之後 影子銀行可以承擔更多的風險 借貸更多的資金獲得更高的回報而脫穎而出 影子銀行剛開始是從傳統銀行那裡購買貸款 然後將這些貸款打包成債券形式的衍生品 再賣給投資者們 像是之前我們詳細說的CLO就是其中一種 而就在近幾年,影子銀行從購買貸款 漸漸演變成了直接發行貸款 尤其是針對一些風險價高的中小型企業以及個人 如果問美國最大的房貸發放銀行是誰? 美國銀行,Wales Fargo,還是JP Morgan 其實都不是 而是一家名為Quicken Loan的影子銀行 在07年的時候 傳統銀行還佔據著70%房貸的發放 但從17年開始 影子銀行便首次超過了傳統銀行的房貸市場佔有率 除去房貸來看 影子銀行在別的商業貸款方面 也是遠遠超過了傳統銀行的貸款 2018年,美國銀行的投行部門貸款發行收入降低了29% 當時的美國銀行CFO將其歸結於 銀行在避免一些更具風險高槓桿的公司貸款 同時經歷著來自於影子銀行更大的競爭 由於影子銀行手上的貸款風險 絕大部分是由投資者來承擔 這些貸款的批准很快 不需要像傳統銀行那樣經過貸款委員會的批准 影子銀行漸漸變成了傳統銀行拒絕風險的去處 也因為這些便利以及額外的貸款風險 那些公司企業願意支付高於傳統銀行2%的利息 給這些影子銀行來獲取貸款 這更高的利息進一步使得這些影子銀行 所發行的貸款衍生品更加受投資者歡迎 因為取決於這些打包了的貸款風險程度 通常可以給投資者6%到13%的投資回報 這便吸引來了許多保險公司、養老金 大學的捐贈基金的投資去處 巴菲特在2020年致股東信中也做了評論 對於保險公司來說 平常的投資策略是投資高等級債券 然而央行的降息卻對這些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當先前能夠賺取5%到6%的投資portfolio到期 如今只能夠再換取2%或3% 甚至對於那些公司如果在像無底洞一般低利息的國家 投資回報甚至更低 有些保險公司因此選擇了購買低質量的債券 或者是低流動性資產來獲取更高的回報 但這是相當危險的 並且許多機構並沒有這麼冒險的實力 而那些傳統銀行 儘管發行貸款的市場佔有率下降 卻是很樂於去借錢給那些對沖基金、私募等等的影子銀行 來發行更多的貸款 事實上近兩年來 傳統銀行收入中一欄增長迅速的就包括借貸給非銀行金融機構 也就是影子銀行 根據美聯儲的預算 非傳統的信貸基金可以從傳統銀行借貸超過1兆的額度 相比5年前有著超過65%的增加 同時,傳統銀行還樂於投資影子銀行發行的貸款衍生品 這樣一來,傳統銀行既不需要預留銀行準備金 又可以收取利息 包括我們之前視頻有談到過的 傳統銀行投資越來越多的衍生品CLO 也就是說,從08年金融危機以來 那些為了使銀行變得更安全的條條框框 反而促使銀行從借貸人的身份中退出 漸漸被影子銀行所取代 而傳統銀行卻是轉而搖身一變 成為了投資影子銀行的投資者之一 這樣的銀行業看似是比08年時更安全了 但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傳統銀行所擁有的擠兌風險 影子銀行也有,並且風險更大 為了防止傳統銀行出現擠兌的情況 銀行的存款在一定金額之前是有保險的 對於這一點,大家可以去看之前這一期視頻哦 另外,美聯儲所要求的銀行準備金 也是為了減少銀行擠兌的可能 雖然這並不是說銀行存款100%的安全 至少大家不會一點風吹草動 就想要去把銀行存款取出來 但影子銀行就不一樣了 因為放貸的資金來源並非存款 而是投資資金 這筆錢完全沒有政府的管控 也更容易在市場出現恐慌時 投資人撤資,形成擠兌 除此之外呢,就從傳統銀行這一系列的舉措 就可以看出 影子銀行所面臨的壞賬風險可謂是不小 根據2020年第二季度的財報 幾大傳統銀行像是JP Morgan, Wells Fargo 以及花旗銀行 已經將貸款損失準備金 提升到了08年金融危機的程度 美國銀行也在近兩季度大幅度提升壞賬準備金 另外傳統銀行還在大幅度的 抬高新貸款的發放標準 來減少放貸風險 或者甚至是直接停止放貸 先是JP Morgan在4月的時候 宣布停止接受任何住宅權益貸款 到5月, Wells Fargo也加入其中 這些算是被監管管得緊緊的傳統銀行都如此 可想而知,那些無人監管的影子銀行 面臨的壞賬風險有多大 而從中衍生出來的放射性投資風險 又是否會再次牽連到傳統銀行,無人知曉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這個泡沫破裂之前,只會被吹得更大 就在上一週的一篇報導中提到 根據美國證監局的備案顯示 受散戶歡迎的交易平台Robinhood 正在計劃發行CLO的ETF 主要包括最高等級的衍生品CLO 但看過之前視頻的朋友們很了解 即使是最高等級的CLO依然是遙遙欲墜 如果還沒看過的朋友們可以去看一下 一旦CLO的ETF在Robinhood上被推出 更多投資者的錢可以供那些影子銀行使用出去放貸 尤其是當前存款利息越發低廉的今天 選擇去銀行存款還是去投資利息較高的CLO ETF 對於不了解其中風險的散戶們來說 答案卻是顯而易見的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主要的文章鏈接CK會放在置頂評論中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